我現在正在大號滑手機看到一個男的 有同感喔 所以我就要講 他說家裡有標的東西他想要捐到育幼院嘛 捐贈的單位他們都說只要錢不要物資 他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我其實之前遇到一模一樣的狀況 我們之前跑了五家育幼院去送物資嘛 但是其實我們已經打電話問了二十幾家了 有十五千左右都說只要錢 幹嘛不要物資 你們看到那影片 問了很久才問到了 還有一個單位跟我要背標機嘛 我現在也沒有買到了 我覺得他那時候還有指定型號 國際比賽用的 五千塊左右吧 我說欸 你們不要吃的喝的穿的 都不缺啦 缺玩的 他就說總比小孩學會去打架好吧 對吧我說也是也是有個良好的休閒運動 只是心裡面還是覺得怪怪的 所以那一次送完物資 我後來也沒再送 但是有時候真的想很多啊 你送錢 你又看不到他們怎麼花 你送物資 就感覺他們好像每件都不需要 因為現在都企業化經營了啦 上次不是新聞說家福中心有好幾億了 當然也有一種講法 就是說 其實我們捐贈就是一個新意 別人是不是詐騙 別人是要怎麼亂花你的錢 那你就不要想太多 的確是很頭痛 但是我目前我的錢應該是規劃 跟蹦板一樣 去路上發一發